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今天是楊過仲和大家討論天氣 隨著一度冷風 在今早橫過橫南沿岸 廣東地區整體來說 都開始轉出一些偏不風 今早6時的時候 我們各區的氣溫 雖然仍然有19至21度 不過要留意 入夜之後天氣會顯著轉涼 大家今早出門口上班上學時 記得要帶一件外套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今天會是多雲 初時有一兩陣的趨雨 而且能見到都會頗低 今天日間短暫時間會有陽光 最高氣溫大約有23度 不過要留意今晚入夜之後 天氣會顯著轉涼 氣溫會下降到只有16度 長遠一點 我們預計接下來的兩三天 繼續都會受到 跟冷風相關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一早一晚天氣都會比較涼一點 不過在雲量和雨量預測圖那裏見到 接下來的兩三天 在我們附近的雲量都是比較少的 相信會很陽光 詳細的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接下來兩三天 整體來說都會是天晴和乾燥 不過早上天氣都會比較涼 日間會很陽光 所以日夜的氣溫變化都會比較大一些 大家要注意 這次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再見 谢谢大家